好, 阿華, 趕快過來看看 看甚麼? 甚麼來的? 訪問十大傑出女學生 好, 還沒看過 是, 妒忌 我妒忌, 你試試選 十大傑出男學生 難道你們有份吧 是呀, 我沒有份 你也不用幫這家女樓之輩有份 坐下聽聽, 別人讀書心得吧 我是中學生, 她也是中學生 大家平起平錯, 為甚麼可以聽話發瘋 我別問了, 姐姐, 她是大學生 進來 姐姐 怎麼看電視呢? 現在外面還有小婦人之見 有沒有看 那你不可以看書的嗎? 都叫我看這個看那個 你弟弟我, 掛著你 進來看看你行不行 行, 隨便參觀 幹甚麼? 把獎牌拿出來示威人 放得久 看她積了塵 得爺就拿出來擦乾淨她 你也好, 沒這種煩惱 是呀, 我一個也沒有 這樣活得清高, 你知道嗎? 讀書就是讀書 求知又不是求虛名, 求獎狀 那我應該恭喜你 那也不用了 聰明的人就是沒有這種煩惱的 大哥沒有, 我也沒有 為甚麼? 我沒有甚麼 弟弟說你沒有這種事 沒有, 華哥, 過來我的房間坐一坐 隨便坐, 華哥, 別客氣 是呀, 我也說過了 聰明的人就是沒有獎杯獎牌的 沒有的 是呀, 沒那麼多空位 再等獎杯獎牌了 華哥, 睜大雙眼過來看看 這是甚麼? 你大哥讀書雖然不太好 可是運動也不差 一個獎也沒有了, 那就比較難看 好難看嗎 你小學甚麼獎 都拿不到, 我不怪你 要是那時候沒有 轉手煮, 喊包比賽 可是中學就快畢業了 一個獎牌也拿不到 足以證明 你的智能和發育有些問題 父母的好處 當然是在我和阿姨身上 你說是嗎? 你說是嗎? 你又說是嗎? 好聰明嗎? 又不見你拿諾貝爾獎 你們拿不到, 我也拿不到 大家都差不多 正所謂大雞就不吃小米 聰明兒就不拿小獎 說得你這麼聰明 拿個小獎回來給我們看看 是呀, 小獎就行了 你讓我拿就拿 那我就可不可以自我無獨立思想 命運受你們之賠 你以為是阿信嗎 說你快說 我怕我十年之後沒辦法放 你知道我 又沒時間看下筆看著 那麼你不用擔心 媽幫你想辦法 對了, 只要你獲得獎回來 爸爸給你成立一間 華仔獎牌清潔公司 那就是逼人拿獎的 那你就盡力拿獎回來 不過說到最後 我也不太看好了 好, 我一手拿金杯回來 撐著你們三眼 好, 我們拭目以待 好, 不過了, 不過了 生氣還是扮哭? 同一個就來女私人的人說話 麻煩你就斯文一點 甚麼女私人? 你不知道我下中文學會 有一個作師比賽嗎 這個獎杯一尺這麼高 如果拿到就很厲害 那比賽是甚麼? 秋天 有個秋帳一點 自來看看行不行 是呀, 自來看看 為了讓你們知道 甚麼是好詩 讓我讀我的詩給你們聽 讀 山山來前是秋天 秋天樹葉沒有偏偏 樹葉仍念舊日程 飄過興吻我嘴邊 喜思情瑪意 你越來越離譜 學人喝酒? 是你叫我學習古人的? 是呀, 李伯醉酒後而詩興大法 你學人寫詩? 研究一下吧 給我看看 文化交流, 你先給你的看 好, 我拿給你看看 難得你這麼喜歡詩 姐姐, 你有沒有寫過 春夏秋冬四季? 當然有, 你進來我的房間 我逐篇逐篇給你看 來吧 吃吧 喂 我扶你們不要吃太多了 我看會好一點 因為現在這個作詩比賽就會揭曉 而冠軍就會請吃飯 是不是 不是呀, 我也沒說請吃飯 你又怎麼會贏呢 是呀, 如果拿第二次請不請 你洗乾淨手拍掌吧 行了 開飯了 老爸, 媽, 我已經吃了 行了嗎?快點洗手吃飯吧 那些花章炒得不錯 三隻蛋更漂亮 我媽媽最漂亮 吃飯吧 花章, 捧著杯子幹甚麼 買來吃飯, 你喜歡吃冷盤嗎 你們有沒有搞錯 你們的兒子, 你們的弟弟 拿獎, 你不替我開心嗎 你拿獎 拿獎 不是說你幾句沒有獎盃 就浪費錢買東西回來 多少錢 贏回來的 贏回來? 洗米大財 是啊 如果你是真的贏回來 爸爸請你去迪士尼, 不用你養老 你們聽到嗎? 至於養老我一定會陪著你的 的士尼, 你要搶的 好, 有意的 大姐大, 你文化最好 讀你幾個字來聽聽 鄧乃森先生, 杯冠軍 許志華 真是的, 弟弟 鄧乃森先生, 我的校長 厲害吧 恭喜你, 弟弟 許志華是聰明的 不過我真是難以置信 我有這麼厲害的弟弟 好, 家有一個厲害的弟弟 大哥每天都任你, 怎麼樣 你怎麼樣? 我也不相信 你憑甚麼拿這麼大的杯子 作詩 作詩? 隨口說幾句 讓我們看看你這麼聰明 好, 讓我想想 爸爸, 爸爸, 爸爸 眼光好鬼, 差差差 但你竟然這麼幸運 娶了一個好媽媽 生了三個好娃娃 真棒 華詩人果然有手 真棒 好, 吃飯吧 先拿個杯子進房間 是 華詩人, 我們去練兵 準備參加月夜菜, 是不是 你們去吧, 我去圖書館 好 好, 再見 再見 Daisy 恭喜你, 你首先寫得很好 你應該是第一項 你應該寫得很好 謝謝 好, 再見 師兄 我們見過了 在那個作詩比賽那裡 你是冠軍, 我是亞軍 我們在領獎台裡握過手 是啊, 你的詩寫得不錯 你的詩更好 我叫張小燕 我可不可以請教你 行 你有甚麼想問, 問吧 師兄, 你作詩有甚麼心得 一定要押韻 可是你這首冠軍作品一個損也沒騙到 可是又可以令人感覺到損味無窮 是嗎?其實我沒甚麼心得 還要看有關詩的書 那可不可以介紹好書給我看 這樣啊 正所謂開卷有益 其實看哪部都一樣 師兄, 你作詩這麼聰明 一定會分平反聲, 是不是 是啊 那教我分吧 這樣啊 平聲就是聽來很平的那些 側聲就是聽來不平的那些 那好字是甚麼聲音 好字? 你這麼小, 遲點學都沒遲 我今天還有些東西寫 我遲點再教你, 好不好? 那好吧, 謝謝師兄 我妨礙了你很多時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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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高主奶奶奶, 我兒子雖然不及你兒子 她作師也很棒 你看她這個杯子多大 她從來沒有得過獎 這次一贏就贏過這麼威風 看你兒子的樣子也不像作師 人家說甚麼真人不露相 他真的靠自己? 當然了, 我兒子很老實的 出去喝杯茶吧 好 阿華, 叫高師奶 高師奶 華仔, 你真的很聰明 你媽媽喝得了 哪是呀, 出去喝杯茶 好 好 媽媽, 快出去拍照 媽媽, 別化妝化那麼漂亮 搶了華仔鏡頭 來吧, 華仔 華仔, 快點拿個獎出來 讓姐姐給你拿張威水照 不用了, 姐姐 甚麼時候喝得這麼謙虛呢 是啊, 快點拿出來吧 怕甚麼醜 是啊 那個杯子根本不在 拿了那個杯子去哪兒 是啊 我給了一個女孩子 那杯子好好的, 為甚麼給了別人 因為那個杯子是屬於她的 她的?不是你贏回來的嗎 是, 是我贏回來的 是我拿姐的手絲來贏回來的 用我的手絲? 我不信 我不信華仔會這麼做 那次比賽, 我怕輸 所以我就拿姐的手絲去參加比賽 鐵哥贏了 可是我經常都不安心 所以我給了那個杯子的女孩子 因為那個杯子應該屬於她的 真的? 對不起爸爸媽媽, 對不起大哥姐姐 傻瓜仔, 知錯能夠就行了 怎麼說對不起 對, 爸爸有個你這麼坦白的兒子 我也很安慰 是啊, 別放在心裡 華仔, 你有勇氣肯認錯 我不相信你將來拿不到任何獎 這些票是我留給他的 將來才跟你拍過 嗯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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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kan gan 來, 走 如果這首詩這麼多改法 你覺得好不好? 好多 師妹 師兄 姐姐, 是我叫師院來請教你的 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阿姨, 姐姐, 你寫詩寫得這麼好 那到底你甚麼時候學詩 我中學, 你呢? 我小學就學了 可是沒有人教就只有自己看自己寫 你看過很多詩的? 是啊, 我一天背了一手 有沒有覺得很辛苦呢? 有 那為甚麼不放棄呢? 現在這麼容易放棄 到頭來會對不起爸爸和媽媽的 好, 你以後多點上來 會教你寫詩 好 師兄... 我們學校舉行那個月夜跑 你參加嗎? 參加 我到時候和你打氣 師兄, 加油... 有壓力 加油呀, 加油呀 平氣好, 向前衝 加把勁, 不放鬆, 郭道盡, 騙威風 齊老爺, 定成江 加油, 走快點 師兄, 努力 趕快就位 示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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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走 骑人 慢慢走 快點 走 快點 回家 recovery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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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塊 快一點 快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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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華仔, 加油... 華仔, 快點... 華仔, 加油... 好... 華仔還沒回來? 是呀 為甚麼這麼久? 如果華仔回來輸了 我們千萬不要給他壓力 是呀, 知道了 爸爸, 媽, 回來 回來, 怎麼樣 怎麼樣?我贏了 我都說你會贏的 拿個張子來看 看, 看得漂亮, 不過這小子 盡力的話, 獎盃大小不是問題的 多漂亮 我有沒有拿照片給你拍的 不用, 其實你們不用恭喜我 這個獎盃不屬於我的 又作弊 又作弊 不是, 全靠你們的鼓勵 我才拿到這個獎盃 所以這個獎盃是屬於大家的 因為也可以 我喜歡玩的 如果這個獎盃 就好, 我會找到那個獎盃 我們就可以再拒絕 來看看 現在就能不能乖 好… 在唐盃 都要要小心 為甚麼 每一個獎盃 都要是 我來看 年輕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